Hello Hello 各位 今天就帶大家看看這個 有了本地新冠病例兩個星期之後的佛山的事變情況是怎樣的 我今天帶大家所看的佛山就是 以前的小佛山 即是加夏的攝影城 我現在在那個地方就是賓江路 其實是宵龍後面的 都算是在市區的市中心那裡 剛剛過了這個 有一點過了上諾班的高峰 車樓我平時是差不多的 因為這個區域比較多 現在就過來這個桂華路 看看佛山的一條比較主要的道路 看到這裡的車輛量是怎樣變小的 那你市區這條可能少了車 來到這裡也是會多車單的 那現在就乘坐地鐵也好巴士也好 都是駕駛得緊了 你現在一定要有月康馬才可以乘坐到車 還要是一個龍馬 其實乘坐這些公共交通工具 不用給月康馬去看 其實已經是很久了 其實就是這十天八天左右才要讓他看 而且就是他檢查得完了很多 你不可以拿那些什麼檢查圖去騙他 一定要是實實在在 那些公共交通工具 看到現在這裡有一間小學 這間小學是屬於鄧城區 那裡又被人問了這間公共交通工具 那其實市區這裡是沒有學校停課的 中小學都沒有 一先就說有本地個案的時候 有一間學校是停課的 因為那邊就有一宗的確診案例 然後停了 後來都開了 現在進去那些店 基本上是要來測試的公共交通工具 才讓你進去 不過那些新的店 基本上是不理會的 你任務馬都讓你進去 不過他一定會要你戴好的口罩才讓你進去 那現在就過來新天地看看 那過來新天地這裡 用那個月康馬進來是不行的 他是要你用那個月康馬去掃 月康馬那個打卡的二維碼 這樣進來 他要看看你是不是確確實實的 是綠碼沒有什麼健康問題才讓你進去的 都可以看到新天地 加一下就真是靜靜靜靜 沒有什麼人在這裡 因為這裡都禁了這個堂食 就好像這間不是這樣 我經常來這裡 加一下他只可以做外賣 店裡都關燈 只有山桌那裡 還有廚房在那裡工作 明顯就少了很多人 還有這邊 還有這邊的聖巴克 一先這間聖巴克 其實就是放滿了椅子在外面的 這裡一天都是一堆人 坐在外面這裡吹水 加一下都沒了 二樓都是不給上去的 最後就是這兩間酒吧仔 這兩間酒吧仔 就是新天地開 他就開到家下了 以前中午 下午都很多那些鬼佬在這裡 點杯酒 在這裡吹水 家下都收了一檔 其實除了做餐飲那些店 沒有得糖吃 燒了一刻之外 其他那些賣的店 其實都沒什麼影響 其實都看到本地的新冠病例 對佛山的影響都不算大 該是多人的時候 即是上六班的時間 其實都是很多天的 平時是夜的時間段 就沒有以前那麼多人 而且基本上 每個人都注意了個人的衛生 即是戴口罩 以前比較多人沒有戴口罩 還有注意個人社交距離 聚集的情況就少了 其實都不可能是少的 基本上沒有了